第六集的國際馬視短彈 Hello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第六集的國際馬視短彈 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都頗鋒迴路轉 因為今天一早起床的時候 第一就給戴圖里一個突發驚喜的直播 搞醒了 當然大家看到標題都知道說什麼 其實今天較早時間 例如在小米的索馬里 其實也有提到的 但是我也要感謝小米 因為我今早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也有跟小米溝通過 我也感謝她 在她的節目裡 鄭重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關於戴圖里 不駕右駕 不掛著這件事 我稍後再說 但是開始之前 都要跟進回 講回一件 都是星期一發生的事情 就是杜遠恩 其實我在之前的 都提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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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遠恩這件事 也都率先跟大家說 杜遠恩都會跟馬坤 就會在12月 再去香港出席 參加這個國際騎士錦標賽 就再摧護重來 但是其實今天 剛才我都說了 都有點玩死 因為準備了這段影片 準備了標題之後 除了我講這三件事 當然還有一件 都是鼓勵不到的事情 其實在我上一次的馬仕短打 我都賣了伏筆 因為當時講開這隻A仙匹 其實我當時也有聽到 也有聽到這個傳聞 就是說這匹馬 六戰六勝未輸過 贏完海船門 那就可能會說會退役 這件事 結果呢 錄這條片之前 終於證實了 幕後呢 就什麼都不考了 決定退役 同時呢 今天呢 國際賽馬聯盟 也都公佈了這個 新一輪的世界馬匹排行榜 我看完之後呢 我就大感不解了 都有很多問號 但是呢 但是呢 因為這集其實應該 應該等到那個 再出標題 再跟大家講的 但是呢 都整了圖 沒辦法 趕不及 但是呢 我也要講 也要姑且講這件事 但是呢 我先講道遠的這件事 因為上次我就已經叫做交代過 那我的單都叫做 這一則 就叫做follow up 那事源呢 其實呢 大家都記得 道遠恩呢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因為受傷 受傷的時候 受傷 他都要看醫生 看醫生 醫治 但是呢 醫治之後 當然也要吃藥 也有吃一些止痛劑 真的很可惜 當時就吃了一些止痛劑 那種止痛劑 就是呢 就是呢 被發現 就是 因為之後他就 發現 被發現 他的那些 血液 或者就是 檢驗 就發現了 有些 遺禁藥品的成份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呢 那就 驗了 那當然 大家都知道 在英國呢 就是對於一些藥物 受藥物影響的犯規呢 都罰得很重的 那就是 如果 可以 可以講兩個給大家聽 一 兩個都是 都是 建杂生的時候都很出名 一個就是 Marco Guiani 那跟著還有一個 就是 以之前的 高士登的建杂生 那 Bernard de Lassay 那這兩位 我不知道中文譯物 那這兩位 其實呢 分別就是 因為 就是 就是 驗 就是 驗了 就驗到有 就是 維禁藥品 維禁藥物的成份 那 那 其實呢 其實兩個呢 就是 驗到有 就是 對了東西的 應該是 對了東西的 那 就是 當時兩個就被 寵罰 寵罰 寵罰半年 那兩個 就是 兩個都 分別就停了賽半年 那 所以呢 英國對於這件事 就是 都是 執法都 甚嚴 那至於 做導演因 那因為這件事 就 就是 一驗了 那當然就 都 大品不解了 那後來就 經過他都一番的 抗辯啊 也都有醫生證明啊 那 等等 那就是都 因為他始終都是 在不知情之下 就是 就是 吃那些止痛藥 就 有了那個成份 那其實當時他都已經 就是知道之後 他都已經馬上 之後他再吃那些止痛藥 都已經不再 都已經 轉 轉吃第二種的止痛藥的了 就是 但是 那種藥 是醫生開給他的 那醫生開給他 那你 就是 他都不知道 有這個成份 那所以 就經過一輪 就是 抗辯之後 那最後 就是BHA 就是這個 英國賽馬管理局 就 接納他的解釋 就是說 他是 unintentional 叫做 就是 沒有意圖 沒有蓄意 也都是 這個 純粹是一個意外 那 也都 就是 證明他 也都 信納他 說 他是不知情 和清白 他不是蓄意的 所以 那個 佛則 獲 換刑一年 那 原本那個判罰 就是判罰他一個月停賽 但是 就 換刑一年 如果他 如果他 在十二個月內 就 因這件事 就是 因同樣的理由 而 觸犯的話 那 到時 就會連 這一個月 一次過 罰 所以 當日 在禮拜一 我在溫沙馬場 的時候 就是 聽到 杜遠欣這樣解釋 因為其實當時 都很震驚 我聽到 在馬場聽到 電視 廣播 我 就說 又 將這件事 說出來之後 然後 杜遠欣自己也發聲明 解釋 整個節目都說了很久 然後 當然 我親口再問 杜遠欣 那杜遠欣解釋給我知道 都替他 都替他 替他開心 起碼 不用罰 也不會因為這樣 影響到他 在日本 或者去日本客串 還有當然 去香港 跑這個 國際騎士錦標賽 所以這件事 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受這個陰霾影響 自從那天 其實到現在 隔了四天 星期四 就是 杜遠欣還沒有馬 勝出 星期三 那天 我們再去金盾 看他跑 又是 只有位置 還有 那一晚 跑的馬 都有點患得患失 如果不是遇著馬 不肯入閘 然後出步又起琴 總之 每樣都不太順 希望他 這件事過了 收拾心情 可以快點 儘快 用贏馬 以狀行釋 因為 接著 大家如果 在日本 客串 那兩個月 我想 都必成焦點 就是他和馬坤 在日本 客串的時候 所以大家 可以慢慢留意一下 但是這件事 總算 就叫做告一段落 接著 再說回 剛才說的 ASIMPAC 這則圖的標題沒有 但是這個 我都要獨立 要拿出來說 因為這個 新一輪的世界馬不排行榜 就是 ASIMPAC 大家 跑完那場海船門 這樣的怪獸表演 居然 那個國際評分 就不但 就是 都未能夠 超越到 春秋分 甚至乎平頭 這個 我在之前的 馬仕短打 港海船門的時候 我都有大概說過 但是因為現在 他決定退役 那就是 我覺得 那個鋪排 就好像 就 就是 為春秋分而設 就是 如果以 就是 這一場叫做海船門大賽 假假地 就是 那麼多 歷史以來 那麼多年來 這場海船門大賽 都是 世界百大 一級賽 起碼都是 就算 就算 不是第一 不是頭三位 都 至低限度 都未跌 未跌出過十大的 就是 這場馬 參賽馬的 平均 國際評分 一向都是這麼高 一向都很高 那我就很難理解 就是 你一隻三歲馬 這樣大勝回來 你的評分 就 不但 就 當然 他有加分 因為他由 123 原本 之前10的123 就加到128 看起來就表面好像很合理 但是 就是 你要看整件事 我就有幾個問號 第一 你這場馬 這樣贏 你都 不但不平頭 還有公佈這件事的時候 政席也是 A-SIMPAC公佈 退役的 令人有一個質疑 是否你遷就春秋分 而編排這個 評分 這個 我就第一個問號 我對這個 最低限度 就算你不過130 最低限度 你都 沒有可能 會低分 就是春秋分 因為 你都知道 春秋分 他一直帶到現在 129 但他贏的那些馬 接著 那些馬 更加令我肺解的 就是 在7月尾 英皇錦標 的頭一二名 Hookum 加召 和Westover 竟然跑完這場海船門之後 是各被減一分 那原本Hookum的128 就變成127 Westover 西洋進言的127 就變成126 這個我就更加覺得廢解 又特別 是後者的Westover 西洋進言 在這場海船門當中 他是跑第二回來 是輸 即是 是跑第二回來的 尚且都還跑過第二 他是遠 他是 這場馬是成功 反先的Hookum 那你 竟然 跑過第二 海船門第二 會被減一分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 是天大的笑話來的 也都是很 也都是 就是 究竟是 為什麼他會這樣減呢 是不是真的要告訴別人 你之前評過那場King George 那個分 是不是有問題 那你的確 你Westover 你拍 King George跑完第二 你在海船門都能保持到第二 你輸給Ace Impact 那你在他後面的合理 但你為什麼會減一分 這幾個問題 我就一直都 我孤陋寡民 或者我的賽馬知識不夠 那我就在國際賽馬聯盟公佈的項目 我就問了這個問題 我就看看他們會不會有人回答我 或者他們看到他們可以解釋一下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 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 為什麼這隻Ace Impact 他這樣贏 那場叫做海船門大賽 居然 是不能夠和春秋分至少平頭 或者我個人個人覺得 這場馬應該是過去 應該是平130分 那等春秋分在之後那兩場 那就是 如果他順利在天王上秋 或者日本杯連下兩成 那他評分就再突破一些 再突破 那件事就會合理很多 就是 那個公順力 就會比較好些 那現在呢 就是 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第一 你這一輪的評分 根本就是為了就 為了就這個春秋分 而將其他 有表現的馬的分 就壓低 那所以 也都意味著 如果他接下來那兩場 馬跑得不好 那你會不會減他的分 你既然減得Rest Over 減得Hookum 那你如果跟著春秋分 那兩場跑得不好 那你會怎樣處理 那 還有就是說 你會不會減 還有就是說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你先怎樣 就先去鬥 算得 也還要意味著這個 因為Ase Impact就已經退役了 Ase Impact退役 Rest Over已經退役了 那 剩下只 ew 我猜Mostadave128 這隻Mostadave下個星期就會跑英國冠軍錶 究竟如果他贏了的話 那又會怎樣改寫呢? 給我一個感覺就是本來今年馬不彭榜 上面那些馬的水準是很高 如果你說我不對的話就要解釋給我聽 就是因為要遷就一個春秋分 而令到那個分不能夠充實反應 那有很大可能 年中那筆世界第一的國際評分是一百三十分都沒有 我覺得這班所謂的平榜員 就是你當只是你們的平榜員 就叫做你們的識馬 其他看的就是不會看馬的 那我就好 這個就算當年雲詩先子Wings 未能夠連下這麼多成 連贏三十多場 都不能夠獨佔阿壹 第一年他簡直是阿壹都不是 到第二年他做阿壹 他都要跟人瓜分那個阿壹 就是當年這個已經是一個笑話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我就對於這個表已經完全是失去信心 那這個第一單 接著就到現在了 即是想著你後來Wes 你調升回Wes Over 去一個合理的位置 追落後 即是叫做OK 但到次就到這次 om 無緣無故就跑過第二 你今年還拿著四場很重要的一級賽的第二 司馬經典 加冕杯 英皇錦標King George 海旋四個第二 最後你減了他一分 而這兩隻馬 而Ace Impact和Wrestover 已經是沒有機會 再能夠突破 已經減救 已經是退了形 沒有仇報 那你這班傢伙 我都 只能夠說一句 這個表 絕對是一個笑話 好了 講完這兩單 不是講了一單突發的之後 都真的要講一下大圖理 因為今早早 在我 睡得懵懵鬆鬆的時候 今早早 就是我們這邊十點多鐘 其實今天 在倫敦 倫敦 在倫敦 這個摩天倫 都意味著他的退休 掛虛 已經是越來越近了 誰知突然間出了一個IG直播 宣佈 就是說他叫做 Prolong his career 即是 繼續拆騎 轉戰美國 轉戰美國 他又沒有詳細說 會 會 騎多久 但是 後來接受訪問 他自己接受訪問 也有些 我這邊的報導 就說他會在加州 擦根 即是會在加州 遺基地 在美國擦根 那其實呢 這件事 首先 我 我 也不是說幫他鬥 但是為什麼他會選美國呢 如果大家有緊貼著大圖理的動向 或者有看我之前說大圖理的節目呢 其實我也有提過一下 就是說 今年他有一段時間 他就去了美國 大概是肯塔基打給前後 就去了美國一段時間 那 當時他都騎了很多地方 去了很多地方拆騎 事後也有些他自己的說法 其實當時就說 他很喜歡在美國 那段拆騎這段時間 他有說過 很後悔就是說 在他拆騎的早期 之前那三十多年 竟然是沒有做過這件事 所以要到現在 即是說行章掛虛 才叫做 在美國繼續 在美國跑 所以其實 當時 如果心水清 那 他都叫做埋了伏筆的 Frankie 但是之後 之後的發展 之後他都去了很多地方 客串 以前也沒有去過 包括匈牙利 又去過瑞典 然後去過很多地方 今年循環 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 去到今早早 即是英國時間今早早 才公佈說 我這樣 那 你聽完之後 又一個 但是當然 如果是大圖理的粉絲 絕對是 都是一個喜訊 但是 都看到 他是 應該 在交著 當然 當然 也有個說法 就是說 美國那邊 也提供他一筆 非常可觀的錢 那 就 碎到他 能夠 不掛他 那 所以 當然 下個星期 冠軍賽日 那 我 哥頓 都會 真的會去 阿士谷 看這個冠軍賽日 那 到時 就是 如果見到大圖理 那我看看 希望可以 抓到他 那就說兩句 可以跟大家 錄一段 錄幾句 那 那 可以告訴大家 我盡力 我希望做到 因為這位大哥 都是看心情的 如果他心情好 就什麼都可以 那 你和他的朋友 都是這樣說的 那 但是 我也相信 他也有考慮過 因為中間 也牽涉了 剛才我所說 沒有大原因 都是這個 這個 可能 都是跟錢有關 這個 這個 都是在想而商 但是 有一件事 我也要很鄭重地說 就是 今天也有很多香港的報道 這件事當然是大新聞 大圖理不掛他 當然是大新聞 但是 我就很 又是很不解 這些所謂的報道 將他和莫雷拉相提並論 我覺得這件事要先搞清楚 這是兩件事來的 就是大圖理退休 說掛鞋 和莫雷拉聲稱掛鞋 根本是兩件性質不同的事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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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你說我是大圖理粉絲 我說我是大圖理粉絲 或者是偏重他 我都是要這樣說 大家要搞清楚 是非此末 就是大圖理講退休 講掛鞋 是否像達亞莫雷拉去年的這個時候 先說 莫雷拉當時是什麽原因說要掛鞋 東間發生了什麽事 然後又說傷又說成 然後又要搞到又要解約 九十幾樣 當然我 由始至終 莫雷拉 我就不相信莫雷拉 第一我不相信他掛鞋 或者他真的有傷 但是你那種說法 和莫雷拉那種說法 和戴圖理是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戴圖理起碼他到今天為止 他在走的每一步路 他都是朝著掛鞋 巡迴演出 巡迴策劇 就算是法國兩道 在多維爾 如建克莫華也好 就算在海旋門賽日 他沒有馬爺 當時 那麽多騎士 又和他搞了儀式 在那麽多地方 就在英國 大家看到 葉森馬場也好 沙丘元馬場也好 也都為他畫了一幅 大圖理的紀念場 那種級數 真是不好意思 這件事 莫雷拉是永遠都做不到的 大家要搞清楚 我知道可能我這樣說會得罪很多莫雷拉的粉絲 但我還是有那句說那句 你喜歡還喜歡 但你都要清楚 大家應該知道莫雷拉是因什麽原因 說要掛香 又說要走 要離開香港 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你用莫雷拉和大圖理比較 你是侮辱了大圖理 大圖理是一個什麽騎士 世上只有一個大圖理 所以我是絕對不認同 絕對不認同 坊間那些 將這兩位人兄 將莫雷拉和大圖理比較 說什麽說一句 都是承諾 或者都是一句說話 我就不同意 當然 我都不想再說多些 我都不想再說莫雷拉 但是大圖理 我當然就 以他今年表現得這麽好 就算今年這一級賽的表現 就算那天看他跑太陽戰車 擺明骨機 都贏得清脆 我有一件事我很同意小米這樣說 如果莫雷拉真的有掛虛的一天 那會不會 好像和大圖理一樣 會群星拱照 寬送你呢 那會有什麽人 就算如果硬有 會有什麽人 會給你面子 完全不會 起碼 你不會有 不會有馬田 即是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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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兩度 在法國 會做一個牽頭人 帶領全法國的騎士 或者 除了法國之外 當日在多維爾 在樓上 駐跑的騎士 全部列隊一字排開 寬送你 你莫雷拉 在哪裏會找到 一樣的對待 我當你硬要 好像香港 當你會有什麽人呢 田泰安嗎 多件事嗎 馬啊 我這個一定要用回 小米的比喻 蘇紹輝 就是這些 頂了老米 是這些 難道 即是 是 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 戴圖里和莫雷拉 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人 兩個不同層次的騎士 可能騎工大家都 我都覺得戴圖里一定是在於 一定是騎工在莫雷拉之上 但是 麻煩大家 不要找 麻煩 麻煩 不要找莫雷拉 和戴圖里來比較 你完全是 污染了戴圖里 我只可以這樣說 好 好了 說了三件事 其實 說回戴圖里這件事 我一聽到 用莫雷拉去比較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上頭 沒辦法 我都壓制住 應該會爆 爆層的 不過 如果有機會 我做直播的時候 我才會再說多些 但最重要是 我便發 我已經報道了一件事 就是戴圖里 大家還有機會 在美國 看到他的拆騎 可能他在美國 拿到一些馬 可能明年也會在杜拜 又再良上 也不停 那會不會他會 做一隻美國馬 回來 去圓他的七月杯夢呢 這個也不知道 但這個 大家記得 繼續緊貼著我 這個馬仕短打 一定和大家跟進 那再說完最後一件事 這件事 我都有點意外 為什麼呢 首先 這個 在日本 其實很多地方 都有騎Pony馬 騎那些幼馬 的賽事 我遲些有機會 我都想說 關於這些 就是 蘇明倫 就是 說回日本這件事 每一年 大家都會 舉辦一個 叫做 Jockey Baby 的Pony馬 比賽 我記得我以前 就算在馬場USB 那些 我都有提 都有介紹過 這個Jockey Baby 這個賽事 是怎樣走出來 而是 那個 角族是 怎樣去到最後 就是剛剛禮拜日 那個階段 跑出來呢 那 這個 Jockey Baby 這個 Pony馬的賽事 其實 今年 已經是第十三屆 都是 其中一個 焦點 來的 慣性 他就是 在近幾年 都是在跑每日王冠 那個 那個 禮拜日 即 那個禮拜進行 的 今年 就是10月8日 即是這個 跑每日王冠 那天 即是中間 中間 應該是吃眼 即是中間休息 的時間 中間那個位置 就跑的 那 去到這場 決賽 跑這八位騎士 這八位小朋友 其實他都是在他們各自的區域 那裏 就慢慢慢慢進級 過五關 斬六張 最後就是入選 最後跑這一場決賽 每一年都是很隆重的 即是開跑都重要 都是要播一級賽的 即是比賽前的音樂 都是很重視 還有就是跑這些 賽事的小朋友都是小學生 即是都是小學生 或者再年紀小一點 那 就 到跑這場決賽 就是在東京競馬場 就跑四百米 跑在四百米那裏 那裏 當然就不需要入閘 因為那些都是Pony仔 來的 都是排 一遲排開 然後就 好像跑跳欄那樣 就Jump Roll Start 一腹旗 大家就起步了 那最後呢 就由這一位 村田 純王 村田純王 聽到村田 這個名字 正如我看到的標題也有說 那村田純王 就是九歲 九歲 那就是 村田純王 村田純王的兒子 小學六年級 今次都有兩個中學生 都有兩個中一學生 分別是十歲 一個十歲 一個十二歲 兩個 兩個 村田純王 其實那隻馬 就是 以一右四分三馬位之差 就贏了這場賽事 頭馬時間 就是三十一秒六 那應該呢 如果 我印象沒有記錯 那 這個 Jockey Baby 自有 舉辦以來 就第一次 應該是第一次 是有騎師 即是有現役 JRA騎師的子女 贏出 即是這個賽事的 那都是一時佳話 那如果大家看回 這位村田純王 純王 Kun 那樣子都很像 村田像 那當然 那個爸爸 也有份頒獎 也很溫馨 當然 訪問他 他也說 他很希望 將來大個兒子 都可以像他爸爸 村田像 那樣 成為一路騎師 也都希望 可以和他爸爸 一樣 可以達到他爸爸的成就 那 那 今年 其實就是 在這個 騎師爭奪當中 即是現役騎師爭奪當中 其實 都是李無華和村田上下之爭 那 其實大家都是 緊咬 即是 咬得很緊的 那 那 暫時來說 李無華就暫時領先 好像領先 大概三場 頭馬 那 接下來還有兩個多月 那 鬥到 鬥到尾 我相信 都要鬥到尾 才知道 究竟今年 李無華 能不能夠 在村田手上 重奪 這個冠軍 但是 這個 Jockey Baby 這個賽事 其實一直都是 越來越扮得很成熟 除了日本之外 其實在法國 都有 都有 舉辦這些 Pony馬的賽事 那 其中我另一位老友 蘇明倫 今年都投放了很多資源 也都投放了很多錢出來 也開了一個騎Pony的學校 訓練一些小朋友去騎Pony 亦都安排在真正的賽事各族 亦都扮得相當成功 那 這次我在法國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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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一點 其實我都很希望 如果 在法國 如果 遇到 能夠再搞的話 蘇明倫再搞的話 我都希望可以親自去看一看 亦都 拍些 給大家看 對於 訓練一些 年輕的小朋友 亦都很不為餘力 所以 真的希望 可以看到有些 Cross Over 可能日本那些 可以去法國跑 法國那些 又可以去日本跑 因為其實 在愛爾蘭也好 英國也好 都有一些 跑Pony的賽事 Pony馬賽事 亦都給小孩子 給小孩子 去參加 所以 都是一件 挺開心的事 而且 這次 亦都讓我看到 村田 另一方面的 村田帳下 那 都 替他開心 因為 當時他看到 兒子贏了 他自己那種 真情流露 你們看到 大家都覺得 畫面 挺溫馨的 說到這裏 今集的 國際馬事短打 就到這裏為止 其實真的長了一點 因為 突發了一側 即是ASIMPAC 所以 要臨時加上 下去 所以 真的 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 亦都秉持著 我這個節目的終止 有什麼 都盡量 第一時間 可以告訴大家 即使 好像 這兩次 那樣 準備好的 之後 又出了一些突發 所以 都 都 希望 我 以後都能夠 做多 做緊貼多少少 多謝大家收看 今集的 國際馬事短打 也都 不要嫌我 尋你了 記得 除了 這個節目之外 當然 我們全線的賽馬平台 Mathorce668.com D馬路路法 由Facebook專頁 馬場USB專頁 都希望大家支持 亦都希望大家訂閱我 這個YouTube頻道 亦都希望你們 正在看的朋友 亦都 介紹給多些朋友 去訂閱我這個頻道 看我們的節目 當然 希望大家多點留言 分享 CLS 例如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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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用Youtube的 Super Thanks Super感謝功能 以及超級留言 Super Check 來課金給我 當然 多小無懼 最緊要大家有課金 你們的課金 可以給我實質的支持 下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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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尤達Bestback 我現在還在想 好不好做 阿菲爾試賽 如果我做的話 那集 Bestback就會做這樣 否則 就會做星期日的香港賽事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繼續支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